就是因為它是未來 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 宣布將不參加今年11月舉行的 中期選舉將在明年1月份 任期屆滿時卸任 臉書創始人扎克伯格 週三繼續就數據安全問題 在國會作證 他表示劍橋大學有多名研究人員 涉嫌開發收集點書 用戶數據的軟件 或考慮起訴涉嫌出賣 用戶數據的當事人 川普總統表示 感謝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在關稅和汽車壁壘方面的 友好表態 以及在知識產權和技術 轉讓問題上的提名 美中元首互動是否說明 美中貿易爭端趨向緩和 4月12號星期四 歡迎收看美國觀察 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好 新聞頭條 我們來關注的是白宮方面的消息 川普總統為敘利亞平民 受到神經毒氣的攻擊 再次批評俄羅斯 但是他同時表示 希望與俄羅斯維持良好的關係 與此同時 美國國防部長表示 軍事選項已經準備好 詳細情況 請記者黃耀義來介紹 耀義 是的 林森 我們知道川普總統 他最近跟俄羅斯跟中國 都有一些很強硬 但是之後又表示 希望搞好關係的談話 那麼川普總統的星期二 他肯定習近平 關於開放中國市場的講話之後 星期三還要再度的發出推文 強調白宮解決 美中貿易問題的努力 川普總統在推特上是這樣說的 他說 關於白宮裡發生什麼事 有好多的假新聞 很平靜 很有規劃 大大專注在與中國的 公開公平的貿易 即將到來的川經會 當然還有在敘利亞 惡毒的毒氣攻擊 有博爾頓跟庫德羅在 感覺很棒 不過剛才川普總統 在推文當中 雖然說白宮裡面是很平靜 並且很有規劃 但是在今天又傳出 白宮又一位高級辭職官員辭職了 我們知道 既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發言人 安東 還有國土安全顧問博瑟 在星期二請辭之後 國家安全助理顧問納迪亞夏德 今天也提出了辭成 在星期三正式的提出了辭職 那麼他將在白宮裡面 在持續的工作一段時間 來安排後續的 他離職之後的一些事宜 那麼我們看到在此時 國安會的內部人士更替之際 敘利亞的局勢 確實也越演越烈 川普總統在星期三 4月11號發出的推文說 俄羅斯要做好準備 因為他們導彈會來的 但之後他又在推特上說 想要跟俄羅斯搞好關係 那麼川普總統是這樣說的 他說現在我們與俄羅斯的關係 是史上最糟 比冷戰時還糟 根本沒有理由這樣做 俄羅斯需要我們協助他們的經濟 這是很簡單就能夠做到的 而我們需要所有的國家一起合作 停止武器競賽嗎 那麼對於川普總統 威脅可能要對敘利亞 動武的這樣的消息 今天國防部長馬利斯 在接受媒體詢問的時候 他是表示說他說我們仍在評估 我們自己跟盟友蒐集來的情報 我們仍在處理 如果總統決定這是合適的做法 我們已經準備好提供軍事的選項 那我們知道中國方面 也表達了他的態度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星期一在記者會上表示說 中國反對任何國家組織以及個人 無論在任何條件 以及動機下使用化學武器 那麼中國將會在聯合國裡面支持 對此展開全面公平客觀的調查 並且將有責任的一方繩之以法 林森 好 謝謝要意義的介紹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奧論壇上表示 中國將採取擴大改革開放的步驟 美國總統川普後來在推特中 肯定習近平的講話 國務院如何解讀美中領導人之間 最新的這波言辭往來 下面我們就立刻聯繫美國之音 常駐國務院記者張榮香 榮香 您好 給我們介紹一下國務院的反應 另外美中之間的四種高級對話管道 是否會因此受到波及呢 儘管美中全面經濟對話 目前是處於停擺的狀況 但是國務院表示 華盛頓以及北京之間的對話管道 並沒有關閉 針對美國之音記者詢問 美國國務院的代理次卿 既發言人諾特表示 美國非常明確地告訴北京 對於不公平貿易的關切 而美國的諸華大使 也繼續和中方就此來溝通 那麼針對兩國領導人 最近在博物論壇 以及通過推特這個渠道 來發表評論 國務院也提出了解讀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就來看看諾特怎麼說 所以我認為我們可能看到的是 中國逐漸接受了美國 對於一些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擔憂 美國在告訴中國 我們願意和中國政府 以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此進行接觸 習近平最近在博鳌論壇上發表講話 他談到了經濟改革 談到了市場開放 中國提出這些建議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但如果他們願意在這方面取得具體進展 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 我們當然會保持開放的態度 來接觸他們 在美國總統川普的政府之下 美中之間目前有四種正式的溝通管道 除了全面經濟對話之外 就是美中外交安全對話 至於這項對話 什麼時候在北京舉行 一般認為在國務卿的被提名人 龐佩奧的任命聽證會之後 以及他的任命案獲得國會通過之後 將會有比較具體的輪廓 平章 如相在另一方面 我們知道國務院發言人諾爾特 最近是兼任了主管公共事務的代理次卿 那麼國務院是最近宣布了他的一位副手 給我們介紹一下這位代理的副發言人的人選 在諾爾特升任之後 國務院有了副發言人 那麼目前職位是代理副發言人 那麼針對美國經濟的詢問 這位副發言人告訴了我 他的中文名字 那就是魏安利 魏安利是一位職業的外交官 他曾經代表美國派駐亞洲幾個地區 包括了香港 美國再來協會的台北辦事處 以及印度等等 那麼他本人是職業外交官 曾經任職於民主和共和兩黨的政府 那麼前美國國卿克里擔任國務卿的期間 他也曾經跟隨克里出席在北京舉行的美中高層對話 魏安利看起來相當年輕 不過觀眾可能不知道是他有五個小孩 並且是個祖母級的人物 品章 好的 谢谢容香在國務院的連線報導 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 哥拉斯利星期三說 司法委員會將審理有關法案 以保護特別檢察官 羅伯特·穆勒不會被沒有理由的解雇 這是國會為了保護穆勒領導的 涉額調查而採取的第一個重大行動 川普總統一再對調查的方向表示氣憤 美國國會參議院星期三下午就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所面臨的挑戰 召開了聽證會 有關的詳情 我們連線美國知音記者李一華來為我們介紹 一華 是的 林森 美中之間的貿易問題持續是美國國會方面所最關注的焦點 那麼參議院的財政委員會下屬的國際貿易小組委員會 今天下午是召開了聽證會討論的就是外國企業 尤其是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市場上所面臨的種種挑戰 以及各種不公平的這樣的待遇 那麼這個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同時也是參議院多數黨黨邊柯寧 他在今天聽證會上一開始就提到了 中國的企業和公司在美國享有的是平等自由的市場 不過美國的公司到了中國卻沒有受到同等的待遇 相反的是面臨到了一些打壓和一些受到種種困難的這樣的處境 那麼柯寧他還提到說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1年以來 到現在已經17年了 不過改善外國企業在中國投資還有競爭的環境上面 中國的政府做的還是不夠多 同時他也認為中國的經濟崛起對於美國來說 已經造成了國家安全的威脅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聽聽柯寧今天在聽證會上怎麼說 中國專制政權一帶一路以及中國製造2025等計劃 都是中國提倡全面由中央掌控產業政策藍圖的一部分 這樣的計劃扭曲打擊了試圖尋求在自由市場 與中國企業競爭的美國企業 試圖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 時常遇到保護主義系統 他們採用掠奪性的政策並推動國內補貼來打壓外國競爭對手 在這個議員和這個與會的專家呢 進行這個在對談的這個聽證會上面呢 也多次提到了是比方說在不管是在經濟產業 還是在這個IT科技產業呢 接下來美中兩國呢 是最主要的這個競爭的這個產業的這個目標 那麼除此之外呢 他們也提到了這個例如說全球的20大的雲端公司呢 都是接下來所有企業所要掌控的這個市場 那目前這20大的雲端公司當中呢 有18個公司是來自美國的 不過呢這18個公司在中國呢 受到了許多這個打壓 還有這種受到限制的這種規範等等的不公平的這種待遇 除此之外呢 這個與會的專家也提到了 許多的美國網站 還有這種其他的這種網路空間的活動呢 都是在中國遭到禁止的 那麼不過呢同等的待遇呢 中國企業在美國卻沒有面臨到 這樣的這種限制和處境 那麼他同時呢 這個與會專家同時也提到了這個知識產權的問題 我們知道知識產權呢 最近可以說是引發了美中之間貿易摩擦的一個 最主要的一個問題之一 那麼由於這個美中之間的貿易摩擦呢 不斷的升溫 目前呢也有越來越多的國會議員表示 對於美中之間的這個貿易的這個走勢呢 是否會越來越樂觀抱持著這個不確定的這種態度 不過與此同時也有許多的共和黨議員 是主張支持總統川普的做法 認為這個中國竊取美國的知識產權的做法呢 在歷任的總統當中都沒有受到這個正確的處置 而總統川普則是做了對的決定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繼續來聽聽 來自奧克拉荷馬州的參議員 英霍夫他在及時我們採訪時怎麼說 即使如此 那並不代表我們總統就應該繼續以前 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總統的做法 也就是對於那些指控若無其事 無所作為 我是川普總統的大力支持者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麼一位總統 如此願意為美國而反抗 同時我們也看到 由這個知識產權的這個問題 引發之間的美中的這種貿易的這種摩擦呢 在升溫之際受到打擊的最大的 則是美國的農業產業的部分 那麼因此呢來自這個美國農業州的參議員呢 對於現在的這種情勢呢 表示相當的擔心 那我們稍早年也採訪了參議院的農業委員會的主席 同時也是這個羅伯茨參議員呢 他則是對我們表示 他一直都希望農業呢 能夠在這個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這種貿易的競爭當中 能夠免除在外 不過呢這是相當困難的 我們繼續來聽聽羅伯茨議員怎麼說 我和民眾談話 他們的處境真的很困難 但你早就知道這一切會這樣 我認為將農民捲入貿易戰場是個不明智的舉動 無論是誰執政 我們給行政當局的貿易建議都是這樣 這完全取決於行政當局如何盡力落實 所以我們也知道柯寧參議員呢 也就是這個小組委員會 今天下午召開聽政會的小組委員會的主席呢 他呢則是一直在推動立法 希望能夠規範外國公司 外國企業和外國公司在美國投資 那麼這項立法主要的目的也是為了防範中國的這個投資公司 能夠在在美國合法的這個購買美國的高科技產業的公司 因此擔心這種軍民兩用的科技的智慧財產呢 會再次被中國的公司或是企業來這個獲得 那麼除此之外呢 他也認為說這個中國的崛起呢 是越來越這個受到美國 對美國來說是越來越大的威脅 因此美國應該要將這樣的這種 美中兩國目前的貿易的這種環境和處境 視為是一種國家安全的問題 林森 一話另外一個方面就是今天星期三的時候 現在消息傳出來 國會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呢 宣布不再競選連任了 那麼這個消息還是讓美國的政壇呢 還是相當的震驚的 這方面有什麼新的情況 是的 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呢 是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先在這個共和黨的內部會議 做出了這樣的宣布 隨後呢在之後的記者會上 也談到了他將不再競選連任 不過他將這個 將這一次的這届的任期做滿 也就是說要到2019年的1月份 他才會正式的退休 那麼他表示呢 他主要退休的原因是出自於 他必須要這個返回家庭 重新這個做好一個父親 還有一個這個丈夫的這個責任 他是處於一個家庭的考量 他說他從政20年 從小孩子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他就已經成為了國會的議員 到現在小孩子已經成為了這個青少年 他希望能夠擔任好一個父親的角色 我們來聽聽今天上午的這個聽證會上 若然議長怎麼說 我們都知道這不是一份 沒有卸任日期的工作 我們為這份工作效率的時間 只是歷史洪流中的一小部分 光陰四見 我們要把握時間做出最大貢獻 我們希望能做大事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完成了很多事情 你們都知道 我當初沒有爭取這個職位 我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 接下這份工作 我為了這份工作付出所有 我至今也不後悔接下這份工作 這份工作是我此生兩大榮耀之一 這份工作給了我很多很棒的機會 但同時它也很容易 奪走你人生中其他重要的事情 我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 是的 他提到的兩大榮耀 就是一份是除了他剛剛所提到的 擔任議長的職務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他擔任 父親和丈夫的這一份工作 那麼他也提到說 這個任議長他提到說 他在16歲的時候 父親過世 因此他希望能夠在現在孩子 還是青少年時期的時候 能夠在家多陪陪他們的孩子 他說他一共有三個小孩 目前這三個小孩的年齡 都是處在青少年時期 那麼他說從這個小孩出生以來到現在 他一直都只有在週末的時間 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孩子 他說他一直來所扮演的父親 都是一個叫做週末父親 Weekend father這樣的角色 因此他希望能夠重新的 重新扮演這種全職父親的角色 那麼對於這個瑞安議長 他在宣布了他將離開 國會議長的職務之後 總統川普在今天的推特上 也發了一篇文章 也表示說這個瑞安議長是個好人 雖然他不在竞選連任 不過他所遺留下來的精神 還有成就是無庸置疑的 總統川普也在他的推特上表示 我們都支持你保羅 那麼對於接下來國會的中期選舉 瑞安議長他選擇了不再竞選連任 這樣的決定對於共和黨來說 無疑是增加了一些許多的變數 我們知道現在共和黨的選情 可以說是不是那麼的樂觀 那麼越來越多的國會議員選擇了 不再竞選連任 甚至是表示也不再繼續尋求 其他有關的這種在國會裡頭的職務 因此對於共和黨來說 是否能夠在保有多數黨的位置的權利 還是成了各界所關注的焦點 以上就是我們在現場所掌握到的情況 時間交換給主持人林森 好 謝謝一華 這是記者李一華 在國會山頓連線報導 美中兩國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領域 正在進行激烈的競爭 這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意味著什麼 美國國會今天召開了一場聽證會 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 我們請美國之音記者許寧來做詳細的介紹 許寧你好 平常你好 先給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出席聽證會的這些專家 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 給美國國家安全所帶來的挑戰 好的 美國國會眾議院軍事委員會 今天上午舉行了聽證會 美國國土安全部和國家安全局的 三名前任官員出席的作證 美國國土安全部前部長 麥克爾·切爾托夫 在書面證詞中表示 俄羅斯將會繼續測探美國關鍵基礎設施的情報 中國則將繼續將信息戰作為軍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並利用這些並利用網絡安全活動達到國家安全的目的 有關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在未來的網絡戰中的意義 切爾托夫給出了比較詳細的解釋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 就像大多數科技一樣 人工智能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 從威脅的角度來說 毫無疑問 我們的對手可能有能力用自動化手段進入我們的網絡 甚至在有動能攻擊的目的 這都增加了美國受到的威脅 不過好消息是 如果我們使用行為分析方法 人工智能可以為深層網絡提供很強的保衛 這是我們需要做到的 量子計算則給我們提出了加密的難題 加密是一個重要的安全工具 有一種觀點是 量子計算最終可以讓破解加密變得輕而易舉 不過也有一種可能的情況是 量子計算可以提高加密的強度 無論是哪種情況 我認為我們都必須密切觀察 確保在威脅增加的同時 我們能利用這些科技來提高抵抗力 那麼與會的專家們認為 美國和中國在這兩個領域 誰的優勢更強一些呢 目前業界普遍認為 中國在這兩個領域正在迎頭趕上 但美國目前仍然是領先的 美國國家安全局前局長基斯亞歷山大說 美國需要確保老大的地位 但是目前的投入明顯不足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 我們必須在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方面領先全球 領導這兩項技術的國家 將成為未來的超級大國 這必須是我們美國 但我們投入的還不夠 這是一個十分龐大的領域 未來的網絡領域的決策速度 將變得很快 攻擊會越來越多 我們必須做好準備 國安局前局長亞歷山大的這個說法 並不新鮮 俄羅斯總統普京去年也提到 人工智能技術的領先者將稱霸全球 美國國獨安全部前部長約翰遜在作證時說 美國在國防方面面臨的一個重要難題是 政府部門很難和私營部門競爭 與會的專家呼籲 美國的年輕科技人才能夠先到政府工作一段時間 然後再投身私營部門 主持人 好的 謝謝許您在新聞中心的報導 臉書創始人扎克伯格週三繼續就數據安全問題在國會作證 他表示劍橋大學有多名研究人員涉嫌開發收集臉書用戶數據的軟件 或考慮起訴涉嫌出賣用戶數據的當事人 中國在南中國海進行大規模演習數天後 美軍羅斯福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在南中國海爭議水域展開巡航 川普總統表示感謝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關稅和汽車壁壘方面的友好表態 以及在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問題上的開明 美中元首的互動是否說明美中貿易爭端趨向緩和 無法登陸美國之音中文網 沒問題 您可以使用塞豐安全登陸任何被封殺的網站 請發送電子郵件到網絡 at 塞豐3.com 您會立即收到下載塞豐翻牆軟件以及應用程序的信息 下載並安裝塞豐到您的電腦或移動設備 您就可以自由上網了 我希望大家可以付允混戶 当地的棉农来说 也是一个好小型的棉农 而这些人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到我们的代表 现在跟你们 你好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你觉得是你的利益和不利益 最近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好险 美国精神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 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 在国会 在白宫 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 DOA卫视 美国观察 中国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 周三来到白宫 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博明表达诉求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宣布 将不参加今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 将在明年1月份任期届满时卸任 美国国会举行清政会 讨论美中两国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的激烈竞争 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 继星期二出席了首场国会听证之后 星期三继续就数据安全问题作证 他表示剑桥大学有多名的研究人员 涉嫌开发收集脸书用户数据的软件 而脸书可能考虑起诉 涉嫌将用户数据卖给了剑桥分析的 神经学教授亚历山大科根 有关的详情我们请记者鲍容带来进一步的介绍 鲍容 好的 评章 那么在今天的听证会议开始 扎克伯格就重申了他的歉意 表示自己需要对用户数据的泄露负责 他补充说明说脸书未来将限制程序 开发者获取信息的权限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我们从今往后会保证开发者 无法获取如此多的信息 好消息是 我们在2014年对我们的平台进行了重大调整 足以防止今后再发生 像剑桥分析这样的个例 但是要做的还有很多 那么在这个剑桥分析公司的这个具体的问题上 纽约州的民主党中原恩格尔询问扎克伯格 是否会起诉该公司 以及涉嫌将数据卖给了该公司的 剑桥大学的这个教授科根 那么扎克伯格表示呢 脸书确实是在考虑这个选项 此外呢剑桥大学是可能有多名研究人员 也涉嫌开发收集脸书用户数据的这样一些软件 那么脸书呢也在对此进行调查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是的 我们正在考虑起诉 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 比如禁止他使用Facebook 我们还会进行全面审查 确保他删除了所有数据 至于剑桥大学 我们发现一个与之相关的项目 其中有几个研究员都在开发 可以收集用户信息的应用程序 但是就我们所知 只有亚历山大科根把数据出售给了剑桥分析 我们需要了解剑桥大学 是不是还存在其他的严重问题 以及我们是否需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那么另外在今天的听证会上呢 加州的民主党的众议员安娜·伊苏 是询问扎克伯格 问他自己的信息呢 是不是也已经在这些事件中被泄露 那么扎克伯格也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众议员帕龙则询问扎克伯格 是否能够改变他的商业模式 降低用户信息这个泄露的机会 但是扎克伯格呢 没有提供清楚的回答 扎克伯格星期一出席了听证会以后呢 议员们已经开始着手通过新的法案和条款 进一步限制对网络信息的滥用 谢谢报仲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中国在南海进行大规模的空中与海上演习数天之后 美军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出现在了南海展示军力 在20分钟的时间里 20架F-18战机在巡航南中国海的罗斯福号航母上起降 美军还邀请了多名菲律宾军方将领和官员随见官模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这次在南海的演习不寻常地展示 其日益壮大的海军实力 中国不断扩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令西方国家更加担心北京的终极目标 中国的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 星期三在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的陪同下 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表达了诉求 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张海涛和其他的良心犯 有关的详情 下本联线记者许湘云 请他带来进一步的介绍 湘云 好的主持人 中国维权人士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 他在去年的12月23日 在多方协助之下带着儿子抵达美国 他的先生维权人士张海涛 在2016年的年初被中国政府判处 颠覆国家政权罪 以及向境外提供情报罪 这样的罪名被判处了19年的有期徒刑 目前在新疆的监狱复兴 在星期三呢 李爱杰在傅希秋牧师的陪同之下 来到美国白宫 向美国白宫高级官员表达诉求 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他的先生 那么我觉得呢 就是说透过这次会见 我听到的很明确的信息 就下一步会有就是说更大的动作 那么就是说至少就是会改变这种软弱的状况 那么川普总统这个这个本届政府呢 那么会对就是说中国这些这个人权的这种略化呢 会有这个非常大的就是明确的反应 并且特别提到了新任的国家想事务助理 约翰伯尔顿大使 那么因为他刚刚这个本周才上任嘛 但是呢已经很明确的说这个议题 会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人权和政教自由的迫害 张海涛过去关注司法公正 以及新疆民族事务 协助访民维权 并且时常在推特微博微信上评论时政 就是因为在网上发表了69条微信 205条推文 拍摄了新疆乌鲁木齐街头的13张照片 就被新疆当局以煽动跌覆国家政权罪 后于境外斯坦非法提供情报罪 判处有期徒刑19年 张海涛就是他知识形势的一个 就是公民的一个言论自由权 就是他为这些民族自由人权而发生 但是没有罪的 李爱杰在张海涛入狱之后 上访为丈夫呼吁 并且在网络上积极发声 而在星期三与白宫高级官员会面之后 李爱杰对于川普政府营救中国的良心犯 是非常地有信心 我们就是这次我会就是让律师去会见张海涛 就是要求我们的会见权 有通常的会见权 然后就是我们要就是 希望张海涛转回到依法吧 转回到他河南监狱 因为他是呼呼所在地 是在河南 然后就是我们也要就是有申诉权嘛 他们当时就是说申诉需要 新疆方面的同意 这是违法的 没有法律依据的 就是所以说我相信就是在 就是国际社会 美国就是川普政府的关注支持下 我相信张海涛转回自己中会就是 会走出牢狱和我们家人团聚 李爱杰与傅希秋牧师在星期三上午 与史密斯议员会面 史密斯议员表示将在近日内召开听证会 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良心犯 以上是记者掌握到的新情况 时间交换给主持人 好的 谢谢湘云 在华盛顿的明显报道 好 欢迎持续所见收看 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 4月10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 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习近平承诺中国将采取重大的措施 进一步的扩大改革开放 美国总统川普发推特表示 感谢习近平在关税和汽车壁垒方面的 友好表态以及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 问题上的开明 美中两国领导人的此次互动 是否说明美中贸易争端去向缓和 双方可能会展开谈判吗 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 高级研究员马海斌先生 对此做出分析 欢迎海斌 您声好 各位观众好 您个人认为习近平这次演讲的 主题和要点是什么 我觉得他主题主要就是像 参加此会的代表主要是亚洲国家 和这些观察国家 给更多就是重申中国的 就是和平崛起的这样一个概念 包括很多在处理国际关系 和外交关系方面的一些准则 比如说那个互惠合作 然后那个是一带一路的那些方针政策 以及包括那个外贸方面的一些措施 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延续在外贸方面的 那个思路就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 那个一些政策 就是关注外贸的这个亚洲国家 包括整个世界其他国家 都会比较关心的 就是中国的那个关税壁垒的问题 就是明确提出中国会 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壁垒 特别是在一些 大家很关心的一些产品 包括钢铁和那个汽车方面 都会降低关税 我觉得主要是这样一种重申态度 外加提出一些在那个 就是说改善国际关系 和包括经贸关系的一些具体的策略 主要是这两个要点 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这个讲话当中 实际上并没有明确地 说到美中两国之间 最近的这个贸易争端也好 或者贸易纠纷也好 那么甚至是在外界看来 实际上就已经展开了所谓贸易战了 但是习近平这次的演讲 实际上是否对这个 目前这个贸易争端呢 还是有针对性的呢 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 特别是因为他这种 因为这种 他的演讲一般都是他整个班底 给他做的一个就是写的稿子 然后这个班底在考虑这种稿子的时候 要关注当前的那个国际局势 当前就是说中美贸易的纠纷问题 是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肯定都知道 所以他明里安里都会在点到 你看他的那个演讲等等用词 比如说在重申中国的那个 外交策略的时候 就是有意无意地提到 一就是说中国会和平崛起 不会搞小圈子 不会抱团 这个就是回应 以美国为止的西方国家 对中国的包括一带一路 这些外交策略的一些批评 就是说中国不会像过去 某些西方国家搞的那样 就是说搞成一个小团叠 或者是以强凝弱 变成一种支援捋夺的一种形式 同时在外贸方面 他也比较 其实相当于争分相对的 提出一些就是说 一些观点 比如说中方一直觉得 就是说是互惠才能共赢 就是双方合作才能共赢 然后打贸易战不顾 那种是冷战思维的话 会大家都会输掉 这其实就是很明确地 回应这个就是说川普政府 对中国就是说与中国之间 展开贸易战的一些理由 就是其实中方的意思是认为 就是说习近平要通过 这次演讲的机会 再次向全世界表明 就是说不会像川普 不是像川普想的那样 而是说要还是要 强力推行要合作 就是说在外面方面 尽量不要开展贸易战争 这种观点 习近平在这次演讲当中 是要强调说 中国是会进一步地开放市场 进一步地开放 那么特别他提到的是 在这个金融服务方面 还有以汽车为代表的 这个制造业领域 那么提到了这些问题 之所以这样表态 它是出于目前美国 这样的关税的这样的压力 还是的确就是习近平 在这一次的这个报道论坛上 就是本来就是想这样讲的 出于中国的自愿 我觉得可能两方面都有吧 因为是从长远来考虑的话 应该是中国一个 比较自愿的一个过程 因为在你看十八大 和十九大的报告中 都在外贸和经济领域 都提到了要进一步 降低一个关税币的 要开放整个中国的市场 而且明确提到金融服务 就一直是一个强调的重点 这次只是一个那种 长期策略的一个延续 但我们从这个时间点来看 其实这短期内也确实是对 一个中美贸易目前的 纠纷的一个就是回应 就是说你看你指着我们 怎么怎么样 关税比率怎么高 我就表现给你们看 我正式宣布我们会进一步 开放市场 其实就相当于 这个很长期我们是在做 只要你们不逼我 我们自己会逐步改善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习近平在这个讲话当中 特别明确地提到 会大幅度地降低 这个汽车进口的关税 实际上这如果我们观察一下 和就刚刚几天前 中国国务院这个所谓 关税税责委员会 对于美国出口中国 这个汽车要加征 25%的关税的这种说法 是矛盾的 表面上看这是矛盾的 但是我们从那个时间先后 而且从这个就是说 可能变成实际的策略的 那个真实性来考虑 它又是又不那么矛盾 因为应该说以习近平 他本身的那个口吻来说出来 就是说整个降低关税这一看 那就是一个国家政策 就是就远比这个 就是说关税税责委员会 针对美国双边之间的 一些那个言论要准确得多 这就是也就是表明 就是说像全世界表明 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就在至少在汽车方面 会大幅度降低那个进口关税 至于这个和美国之间的 是否矛盾 我觉得因为那个 那个关税税责委员会的宣告 是以美国的那个报复性措施 为那个基础的 如果美国 因为美国那些策略 还没有真的开始 就是没有真的执行起来 如果如果接下来 中美之间的关系改善 那些策略没有得到执行 那么这个 征收25%关税的问题 那就不了了之 那还是会回到那个中国 会进一步开放市场 会降低关税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从战略上来说 是不是矛盾了 战术上的那个一些矛盾 在未来也是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 所以实际上也可能就是说 在这个正式的贸易谈判开始之前 双方都是在出自己的牌了 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 所谓的叫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这些就是可以习近平把它称作是 他的这种外交领域的 可以说是他的一些核心理念 或者是概念 那么在这个演讲当中 他有没有再次地谈到这个 就是说这些理念 究竟在中国的推行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了 首先他可能是 这个报告中有多处提到 他在这个理念上的一个建设 包括类似于自我表扬 现在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被联合国的那个很多个文件 正式引用 但我个人觉得像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种言辞这种表达 包括合作共援 其实都是人类社会 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 那个团体与团体之间 相处的一个比较 就是说普世化的一个准则 单纯讲这些画本是引用 这些画本并不一并代表 就是说认同了那个中国 在讲这些画背后的 独特的那个一个就是说诉求 包括独特的一些 那个示威方式和那个解决方法 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说 以联合国的引用来证明 这个联合国确实是 在采用中国的那个外交策略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值得删去的 但是包括一带一路方面 这个确实是大家更想知道的 这个报告只是简单提及 就是说目前有80多个国家 那个表达了意向 参与这个计划 至于整个那个具体的执行情况 也没有明确说明 而我根据我自己的那个观察和研究 其实也没有得到太那个重大化的 那个推进 都是很多都是停留在口头的 那个合作的愿望 甚至或者是只是刚刚欠了合同 那个具体的执行情况 还需要就是说未来很大的努力 甚至有可能会就说推进不力 这是不了了之 还有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最后来说一说 习近平这次在这个报告论坛上 重申他的这个核心的主张 会对整个亚洲的局势 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你比如说朝鲜问题 钓鱼岛问题 还有这个南海争端等等 我个人觉得不一定会有 特别大的那个实质影响 因为中国这种态度 中国领导人的态度 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 其实上是眼目共睹 而且是一直来比较有持续性的 而且它这个只是就是说 其实是针对更多的那个 就是说和朝鲜问题 和钓鱼岛问题 南海争端 没有太大关系的 其他亚洲国家 来表明中国 在这个和平绝集当中的 一种地位和扮演的角色 是从事那样的那个 就是其实更多的 相当于笼络人心 和那个宣告中国这样一种 那个和美国不同的 和那种咄咄逼人的 那个外交方式 不同的一种温和式的 外交的一种策略 这种策略其实中国 就是说但凡有领导人出面 参加国际会议 都是有这种态度 那种态度 在很多具体的执行上 并没有取得很 就是说很明显的成果 就是说争取到更多的盟友 对的 因为整个国际关系局势 毕竟还是中国 是在处于一种上升地位 和美国目前处于 主导地位的那个 有一定差距 所以各个国家 在应对中国和美国的时候 它必须要考虑这种 就是说目前的那个地位差异 所以说中国也是 通过争取 就是尽量在和平年代 尽量通过发展自己经济 和那个政治实力 包括外交方面 通过一系列的外交策断 来团结更多的盟友 来获得自己更大的一个 生存的空间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 和美国作为主导地位来说 不是有一定的矛盾存在 美国可能会用各种方法来 就是说可能会抑制 遏制或者中国 这种和平阶级的空间 好的 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 前高级研究员 马海明先生参加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 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院今年为十位女性 授予国际妇女勇气奖 表彰她们追求公平正义的 勇敢行动 美国之音采访了 其中几位得奖人 一个传统不属于美国 世界名美国国会 在美国所进行的头和凯斯 他们今天在会议 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线 进行的 他也承认 调查 那么强烈的观点 所以说我们捷径的水资源 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 并得介绍要让心上 今天就有朝鲜的 主席的计划 通过时间7月25号 先来看你们的收盖 并不断调查 我今天将从美国手里发生 更像的位置 美国之音 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和中国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 令美国内陆的农民们感到担忧 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伊利诺州的农民布兰特·绍尔 饲养了数千头猪 他的一天通常是从猪卷开始的 每八个星期有1100头猪送到我们这里 几个月后 这些猪被送到市场上出售 我们一年能卖出6000多头猪 这是一桩成本高 劳动强度大 但也有时利润丰厚的生意 绍尔将这归因于外国对猪肉需求的提高 美四头猪就会有一头被运到海外 那么我25%至28%的利润来自境外货币 中国表示要在今年后半年 对美国的猪肉产品征收25%的关税 以回应美国对中国的钢铝制品征关税 如果这个计划落实了 那么境外货币就有危险 如果那些境外货币全部消失的话 这是一桩赔钱的生意 我听到一种说法 赔钱还是赚钱在目前取决于出口 所以如果它的出口量比去年少 它就会赔钱 塔玛拉尼尔森是伊利诺伊州农场局的 大宗商品高级主管 他说农场收入连年下滑 主要是由于投入成本提升 而关税只会进一步挑战 农民不断减低的底线 尽管中国的关税可能只有25% 市场可能会在某一天变得紧张 使得产品打出更低的折扣 这会让农民很难赚钱 不仅仅是猪肉 布兰特少尔还种植大豆 也属于被中国威胁征收关税的商品 而这已经让少尔赔钱了 昨天市价降低了50美分 少尔担心中国会从其他地方 获取更便宜的产品 这样美国的产品就少了一个关键市场 他感到只有一个人应该被责怪 由于这个人不确定的金融愿景 尽管川普对贸易协定表达了前硬态度 他还是在2016年大选时 赢得了少尔的选票 如果我们和中国做交易 如果谈判过程中 他们因为想要伤到我而打击农民 我不会说这是一件好事 但我告诉你们 我们的农民都是伟大的爱国者 伟大的爱国者 他们明白这是为了国家 我们会补偿他们 最后他们会比现在更加强大 少尔说他开始后悔当时的决定了 我以为他是两个人中更不邪恶的那一个 现在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少尔仍希望川普总统的贸易策略 能够保护美国人的工作 并最终谈成更好的贸易协定 否则的话 少尔说 这将影响他在下一次总统选举中的投票决定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 伊利诺伊州报道 2016年初 来自青岛的中国家用电器公司海尔 收购了美国通用电器旗下的家电品牌 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肯塔基州的记者尼亚 请他来介绍这家公司现在的情况 尼亚 好的 主持人 我现在位置就在通用电器 家电分支在肯塔基的工厂 那么我现在所占的位置 就是他们其中一个洗衣机设备的装配线 那我们今天也是有幸采访 采访到了这家公司的CEO 我们知道在2016年中国公司海尔是斥资 54亿美元购买了这家公司 那么CEO表示他是经历了两任管理团队的一员 那么他所感受到的是除了最初少数的语言和文化上的摩擦之外 他发现两个公司有很多的公司文化的相似之处 而他说他认为他从一个中国公司处学到的 是维持在大面上的宏观的管理之外 更多的发展很多小的创新的团队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海尔真的在考虑如何将业务分成非常小的部分 我们把这些细分市场称为微型企业 他们还考虑如何确保公司专注于市场 专注于个人消费者 我想他们真正给通用家电带来的是小企业的精神 更像小企业单元微型企业 更多的关注客户要什么 经历了这次并购之后 尽管公司的高层表示 他们经历了一些市场以及技术方面的调整 但是我现在所谓的位置生产线上的工人们说 他们并没有经历很大的不同 我们以前是美国大型企业通用电器公司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被海尔收购 我认为工人们有点紧张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没有看到管理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们仍然在那里 也知道这些人每天都在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我认为这让他们有更多的安慰感 知道我们在一起经历这个变化 我们也持续看到高层 在为我们洗衣设备车间的投入 我认为这也有助于员工 对成为新公司的一部分而感到舒服 以上就是记者今天掌握到的消息 更多的后续报道 我们会为大家追踪 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谢谢尼亚在肯塔基州的编线报道 美国国务院为十位女性授予国际妇女勇气奖 表彰她们追求公平正义的勇敢行动 我们来看美国真一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 3月23日在华盛顿表彰了这些妇女 其中一位是马劳马萨伊德 出身努力的她之后便成了一名人权卫士 现在她是毛里塔尼亚国民议会的副议长 其中一些获奖妇女最近来到洛杉矶 这包括费里德·鲁西提 她致力于帮助1998年和1999年 在科索沃被强奸和虐待的大屠杀幸存者 那时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军队 对被认为支持反叛势力的阿尔巴尼亚人 进行民族清洗 我听到很多故事来自母亲 女儿 家长 这对我影响很深 有时我与他们一同落泪 我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感受 她设计了一个帮助难民 特别是难民妇女的项目 为他们提供 心理治疗 医学治疗 法律援助和社会支持 同时也为他们提供帮助 因为不幸的是 这些妇女很多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1994年的罗旺达种族灭绝 让穆卡塞拉斯决心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她的丈夫和女儿被残杀 原因很可能就是她从事的社会活动 现在她帮助遭到强奸的受害者 和他们的孩子 首先要找到他们 然后让他们成为论坛成员 能够共同应对他们经历的创伤 来自洪多拉斯的一名法医病理学专家 还有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刑事律师 将为性暴力遇难者争取公正 作为自己的使命 对于哈萨克妇女来说 谈及性暴力都是禁忌 所以现在公开的来谈性别暴力很重要 虽然旧观念仍然存在 她说哈萨克斯坦有了对发生者提供全面保护的法律 但是很多案件都没有给遇难者提供恰当的补偿 她致力于改变这种情况 洛杉矶论坛的主持人说 这些妇女启发其他人站起来面对不公 就算你的经历与这些其他国家的妇女比起来不算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不让一个地方的妇女发生 这对于整个地球都有巨大的影响 她说这些妇女活动人士的奴隶有全球性的影响 美国之音记者洛杉矶报道 丹麦的研究者表示 现代科技能够追踪躁郁症患者的症状 并在需要的时候为他们立即寻求帮助 抑郁症的临床表现从轻微到严重不等 但所有的病患都会有兴奋和抑郁的时候 而且每个人的症状不同 在疯狂阶段患者会极其活跃 睡眠更少 有时会做出冒险的决定 而抑郁情绪会让他们哭泣 卧床时间过长 有时会产生自杀的想法 患有躁郁症的皮特·黑格兰德说 这时候患者需要有人呼叫他们 有时候如果你感到抑郁 这可以是非常微妙的 很难去告诉人们说我需要帮助 丹麦公司蒙桑图研发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 能够分析用户的情绪和行为 并向治疗师和家人发出警报 这款应用的试用者 躁郁症患者 马德斯·特瑞尔·布鲁姆说 当他感到紧张的时候 远程监控其状态的治疗师 会立即打电话询问他的感觉如何 检测结果会传给一位临床医师 如果他看到异常就会给你回电话 据我所知 蒙桑图的应用软件有这个特殊的功能 除了记录患者的行为 以及可能影响到他们精神健康的 与他人的交流以外 这款应用还要求患者进行自我评估 所有的数据会跟医院办公室的患者档案做比较 瑞典精神科医生克里斯托弗·苏德斯坦 正在用这款应用为他的患者治疗 这种形式的传感数据 与个人评估结合在一起 会给出一个提示 关于他们是否匹配或存在偏差 测试这款应用的 遭遇症患者表示 对情绪起伏进行及早记录 可以帮助他们学会在犯病时如何应对 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报道 一家奥斯汀的公司 正在使用虚拟现实技术 来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 我们来看记者李爱玲的报道 这不仅是在跑步机上锻炼时看电视 也是一个完全身临其境的体验 可以将您带到一个虚拟世界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与虚拟人竞赛 你感到更有动力去跑步 去从事考验自己极限的活动 这很酷 布鲁勾举公司发明了一款适合虚拟现实的 Infinity跑步机 利用这项技术让运动更具吸引力 不只是枯燥地在跑步机上跑20分钟了 现在有趣的多了 布鲁勾举公司的吉拉·康斯坦姆说 皮带防止用户摔倒 除了促进更好的心血管健康以外 虚拟现实的积极应用 也有助于解决人们戴VR耳机时 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很多VR体验会让人头晕 因为在心理上大脑中存在脱节 你在游戏中移动 但是你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移动 但我们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当人在跑步机上或者在游戏中移动时 不会感到头晕 你会真的沉浸在虚拟现实中 完全没有负面影响 如果方向感上有什么不适应 通常很快就会消失 但每个用户体验不同 很快就适应了 只需10秒钟 我在跑步时一直在想 如果换作是我的妻子 她一定会呕吐 有趣的是大脑如何工作 如何下山 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我不太容易晕车 但是我也有点晕 当我失控的时候 感到有点不安 真实的令人惊讶 一般来说 VR有一点学习局限 第一次尝试 肯定是最摸不着路子 但我相信用得多了就习惯了 这种跑步机的硬件和软件 成本相当高 约12000美元 但是康斯塔姆说 虚拟现实跑步机 非常适合高端健身房 康复中心和物理治疗诊所 该公司计划明年将这种跑步机投放市场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 奥斯丁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 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美中贸易分中的战火 是否能随着习近平许诺 扩大开放而消除 这还有待于观察 不过中国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应对美国的加征关税 已经引发了各界的讨论 多家外媒近日报道说 在北京考虑的措施中 包括人民币贬值这一选项 已经让持续下跌的人民币出现了大幅度下挫 新上任的中国央行行长易刚 星期三在博奥论坛上强调 说中国不会以货币贬值来应对贸易争端 那么易刚的澄清 能不能化解市场的忧虑 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 在习近平提出扩大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还会走操纵货币的老路呢 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九点 时事大家谈节目 将请专家为您深入分析 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见